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,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,辽宁南兰vs广东南兰,北京时间4月27日,CBA总决赛,G1打响,辽宁南兰vs广东南兰这场G1被誉为,是总冠军之争。 多位CBA评论员认为是得G1者,得天下,所以这场比赛,之前两队的博弈,就开始了,一剑联突然回归球队,让外界不知道杜丰的想法,难道一剑联要登场? 在赛前广东南兰的12人大名单中,却没有见到一剑联的名字,很明显杜丰,是用了一招烟雾弹,辽宁南兰这边,只能是剑招拆招,在马上与一剑联,都不登场的情况下,辽宁南兰这边的硬实力,实际上是占优的,后场与内线辽兰,都明显占优,辽兰与广东的先发跟半决赛都没有变化, 开场广东,两个快攻命中,福格制造,犯规两罚一中后,又命中三分,空切后福格,连拿六分反超比分,福格开场,进攻欲望超强,连拿六分后,又制造苏伟犯规两罚全中,威姆斯中,距离命中广东得分,也全部来自于威姆斯,但张震灵,命中三分两队本土球员,第一次得分,两队走马换将郭爱伦终于登场,交叉部后中距离美国, 广东狠抓防守反击,苏伟制造无畅则犯规后,两罚不中,任俊飞快攻命中后,两队实质时,梅奥被吹罚了一个,五秒为例,五秒了,没有发出球,胡明轩这边一个突破,打成了2加0,杨明不满这个,吹罚直接怒吼,杨明直倒的怒吼后,郭爱伦突破打破了,辽兰四分钟的得分荒,两队再度12,至12平, 汤普森对梅奥投篮犯规后,辽宁14比13反超一分,周朋友制造犯规,两罚全中反超,看起来,罚球大战又开始了,杜润旺篮下,推富豪犯规,汤普森篮下,拼抢篮板制造,韩德军第二次犯规两罚一中,广东领先2分,富豪前场篮板,捕篮命中后,两队再度打平,杜润旺被犯规两罚一中后,广东再度领先, 17-16,辽宁此前发挥出色的赵继伟,首截三中0加25,被完全冰封,梅奥四中,一只拿下4分,福阁三中2拿下,7分是最出色的,广东这边,三分球8中0,罚球11中5,依旧领先1分,文言小白,and,他走了他走了,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